这款我们小时候的经典接机游戏 名将竟然出玩具 哈喽大家好我是肖文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有52toys出品 卡普空正版授权3.5英寸可动人偶名将 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位 也是名将里人气最高的角色马克 他有很多称呼 有人管他叫刀客 有人管他叫刀手 你叫什么呢 这个长相酷斯木乃伊的角色 其实是一个外星人 满身的布纳也是为了适应地球的环境 那么他的大招旋风仔小伙伴们还有印象吗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名将里人的主角 也是召集人突击队长 他配备了超高粒子手套 可以放电可以喷糊 这个系列每一款的大小都在10厘米左右 但却在可动以及系列表现上 做到了完美还原 那在你们口中他叫什么呢 我们叫电警 这第三位是一个忍者 名叫祥 他也是在游戏里最暴力的一位 他手持的武器叫电光 可以将敌人拦腰斩断 由于帽兜的束缚 头部几乎没有可动 但身体上的可动和闲见性却非常优秀 同时也以替换件的形式来呈现出 人热刀拔除以及收纳的状态 那我觉得他应该没有什么特殊的教法 我们都通常为人热 而的第四位名叫凯德 是一个两岁大的婴儿 他拥有着高智商 他所操控的是自己制作的机器人 也不得不配合 玩陶海神能把这么小的玩具 做得这么精细 同时他的膝盖处 也附送了导弹的特效件 配备上以后可以实现十方大招的效果 阶级游戏名将绝对是我童年回忆 特克快打旋风 恐龙快打 统成为卡普空 阶级横满过关游戏的佳作 游戏我们可能都没时间玩了 但收集一套玩具留着纪念 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兄弟们喜欢记得给我点个赞 我们下期见 拜拜